二次元宅男最喜欢两样东西 一个是高达手办 另一个是女神 这两个东西看似没有什么关联 其实不然宅男也需要爱 并和玩具和温柔香 肯定能同时存在宅男们的脑子里 如果能遇上一位爱玩手办的女神 那简直就是完美 现在就来介绍一下本次主题的主角 在YouTube上开设高达模型拼装教学栏目的 日本博主 1996年出生的东云小姐姐 至今也就27岁 再加上五官和身材非常养眼 也就是宅男的梦中情人 一般来说 长得好看的人 动手能力都比较弱 但这个道理在东云小姐姐身上却不存在 因为她对高达模型的拼装是真的有实力 哪怕距离高手还有一些距离 但和一般的手办玩家相比 东云小姐姐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管是刻线和贴胶板 还是手条漆面颜色和处理笔痕 或者是更高级的旧化和战损弹痕效果 东云小姐姐都能轻松驾驭 所以她在2020年11月才开的YouTube频道 在短短三个多月就有近30万粉丝的订阅 截至现在已经达到了94万 当然除了手艺好 她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 也是让她疯狂脏粉的原因之一 如果事情按照上述进程发展下去 东云小姐姐将会成为手办圈的传奇任务 粉丝们也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偶像 打破了手办圈只有男生爱玩的刻板印象 也能对故造乏味的宅男生活蒙生希望 但是现实世界终究是复杂难料的 就当东云小姐姐在手办圈闯出名堂不久 她又开设了另一个私密频道 意思是东云海的私密房间 发布了自己的下海视频 从高达女神到下海拍清凉写真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想要全面理解上述问题 那就必须更宏观地看待日本偶像产业 在过去两年来受到的冲击 其实选择下海并非是个别现象 而是整个日本偶像行业普遍面临的困境 2020年初疫情席卷全球 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造成了致命冲击 对于日本偶像行业来说 有些偶像只能够无奈地下海赚钱 比如曾任职于Girls Horizon的女团组织的 巴仪女就被粉丝发现了 她的影像出现在了某些下海货架之上 让人有种人设崩塌的感慨 另一位出道至业内知名Moodies团体的 男奶空来说也是终究抵不过疫情期间的 停工停产最终也选择下海 从兜售记忆转变为用身体来换取收入 因为疫情之下生活艰难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普遍现象 在日本绝大多数女团都活跃在地下 她们没有多少能在常规媒体露脸的机会 只能通过参与小型的线下演出和界面会 来获取勉强存活的薪酬 日本NHK的记录节目 即时72小时 曾经拍摄过一期关于地下偶像的节目 地下偶像的青春 日本东京有这样一个地方 每到傍晚就会有很多女子组合在那里表演 她们几乎没有上过电视 只在特定的地方演出 她们在位于地下室的简陋场地里公演 跟粉丝互动 她们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同样面临着残酷的生存考验 微博的工资 不断浮动的人气排名 不断涌出的后备新人 粉丝通过购买选票 支持自己喜欢的偶像 公司也会根据这些选票 决定艺人的工资 站位等 当组合人气呈现衰退知识 公司便会发出警告 甚至解散祝贺 她们大部分都过着多人 挤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月收入只有十万元左右 只相当于东京的基层餐厅服务员 月收入的一半 问题来了 为什么她们愿意心甘情愿地 忍受这种煎熬 一切都是为了追梦 她们都希望借此成名 进入上层异能界的梦 但梦的大部分时候都只是梦 绝大多数地下偶像都永无出头之日 她们没有什么优越的条件 有的只是最简单粗暴的年龄优势 很多团体的平均年龄都不到20岁 很快就会被后来的更年轻可爱的偶像冲刷下去 不仅如此碍于行业竞争的激烈 地下女团们还会被要求卖肉 着装暴露只是小意思 公司还会向核心粉丝都送一种叫做柔柔卷的东西 购买者能够去触碰女团偶像的身体 日本小姐姐们之所以愿意留在如此卑劣的行业当中 离不开所谓的热爱和希望 她们相信只要肯坚韧努力 那成为万众膜拜的偶像梦想 总有一天能实现 而过程中的一切付出都只是小意思而已 哪怕2020年的疫情席卷 让女团的事业道路变得更加艰难 不得不依靠下海来留住继续留在台面上的机会 小姐姐们也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 同时也面临着被舆论讨伐的压力 再回来说 东云小姐姐在大致了解了疫情冲击下的日本女团现状 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她会有如此大跨度的职业转变了 不过她的转变其实和上述女团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东云的下海其实并非身不由己 相反的高达手办拼装才是妥协后的选择 也就是说逻辑要倒过来看 我们不否认东云小姐姐的手办拼装技巧 而她对这个领域的热爱也是真实的 但真正驱使她来到YouTube开设视频课程 可不完全因为热爱 更多是出于营销 东云小姐姐曾在2020年度写真偶像总选举中获得不错的名次 而长久以来她都是一位在写真界拥有海量粉丝的偶像明星 甚至还被粉丝们尊称为二刀流写真偶像 其出道后的第一部写真集就曾登上过销量榜首 也就是说写真偶像才是东云小姐姐的主业 而在YouTube当博主只是她在疫情期间建立的副业 相信现在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东云要开设私密频道 并做出所谓下海的行动了 说白了 其实她一直都在海里 而YouTube的拼装高达视频就是她的一种营销货客手段 目的就是为了在竞争日益剧烈的海洋中脱颖而出 完成粉丝的积累 成名后 东云小姐姐玩首半的视频明显减少了很多 如今大部分视频都是分享生活的Vlog 随便睡个觉 对着镜头瞎聊两句 清凉清凉 烧手弄姿 就可以有百万观赏量 一场疫情确实让原本在岸上的女团追梦者 不得不跳入水里 同时也让水里的小姐姐们 不得不短暂的回到岸上 并拿出真才绝学来收获粉丝的欢心 但不管小姐姐们的选择是什么 只要能够做到将选择进行到底 那么他们的勇气依旧值得宅男们钦佩和为他买单的